智能和绿色元素拉好拉满 9月12号,中国杭州亚运村举行媒体开放日 让媒体充分了解村内的生活场景 杭州亚运村由运动员村、技术官员村和媒体村组成 村内有文化屋和商业街 文化小屋除了古增表演、茶艺展示、飞移手工等传统文化外 还有刁板印刷等文化互动体验项目 让各国运动员和技术官员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希望他们在比赛之余来到我们文化小屋 来体验到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然后也感受到我们杭州的文化底蕴 和我们的飞移传承人的精湛记忆 然后让他们也有个放松的心 因为静下心来做一件事情应该是很开心的 让他们也感受到轻松愉快的氛围 杭州亚运村的建设遵循杭州亚运会 绿色、智能、节俭文明的办赛理念 村里的无废生活馆 以及小红车点位夺人眼球 还有低碳账户积分打卡点 让入住者了解和感受低碳亚运 通过我们的数字科技能耗宝的数字科技 通过在线的去建立整个全生命周期的模型去核算 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够实现智能的分析和减碳 把它生产过程中能源使用的环节 原料使用的环节包装的环节能够智能的去分析 杭州亚运村总占地面积113万平方米 是亚运会最大的非竞赛场馆 也是运行持续时间最长的地方 杭州亚运村将在9月16号正式开村 届时亚运村将成为中外运动员和技术官员交流的重要场所 为入住人员提供一场非凡的绿色、智能和文化之旅 感谢观看